就来看看哪些姓名笔画的婆婆 对媳妇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只要是女生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对对 因为你现在不是婆婆 有一天你会是婆婆 好 我们要看的是天格跟 天格跟地格 所以大家把天格跟地格的笔画 拿出来看看 那么天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是你的姓的笔画加一 那么地格就是你名字 这两个字相加 但是如果名字只有一个字的人 那么你的地格就是加一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什么样天格跟地格的婆婆 对媳妇的要求很高 对 我要先说 我们这一题是针对女生 这一题其实还可以针对儿子 这个对道的人叫做 婆婆对媳妇的要求很高 如果你的儿子是这个组合对道的话 那个就叫做婆媳大善了 第一个是天格是7 地格必须要是21 我们在座的人没有 第二个组合呢 天格是9 地格必须要是23 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 然后再来呢 天格是12 地格是26 也没有 那天格是14 地格是18 也没有 天格16 地格19 也没有 天格17 地格22 也没有 天格19 地格是14 好 其实这个婆婆对媳妇要求很高 在这个组合里面来讲 我个人的解读完全是心态的问题 因为这个婆婆 她怕媳妇太能干强过自己 所以她必须要在媳妇面前树立起自己的一个权威 她既希望媳妇能够把家小都安顿好 可是她又希望她的媳妇有一些产值 来帮她儿子来分担这样的一个家庭经济 所以她常常就会跟媳妇就讲 她说不管你在什么忙 你虽然是职业妇女 别忘了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叫做家庭主妇 你在什么的忙 你的晚餐 你该做饭 你还是要做饭 在外食 这个完全是不健康的 这个对你老公来讲 身体是不好的 对小孩子也是不好的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她们虽然已经成为婆婆了 可是在她的心目中 她一直认为儿子还是我的 所以她一直希望媳妇是照她的方法 来去照顾她的儿子 她最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 儿子帮媳妇做家事 她更没有办法忍受的是 媳妇使唤儿子去做家事 最让她生气的 简直是破了她的底线 就是媳妇在她面前跟儿子撒娇 这个简直是她真的会气死了 所以她觉得这个媳妇她不太正经 所以即便是没有住在一起 她时时都要刷她的一个存在感 我在网路上看到有一句话 她讲的还蛮好的 她说一个真正的母爱 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所以当结婚的时候 你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你就不要去干预那么多 你去要求那么多 其实这个到最后都是一种 两败俱伤的场面了 所以婆婆们得体的退出 这个要做其实不是很难 这是完全在于你态度的问题 哪有不难 很难好不好 我觉得是生活药的问题 婆婆要这样子退出的话呢 就是差不多告别式的时候 这样老师这样讲 那真的是很难耶